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演播 丸子 第33集 从祖辞悬址的位置朝向 冻土时辰 无一不符合残卷中提到的中魁临门风水局 这座风水局的特点就是能阵魂魄 进了祖辞的鬼魂绝对出不去 即使是特别厉害的煞鬼 也能被风水局逐渐消解 最后淡化成无形 也就是说呀 尸体进了祖辞 就不可能再自己走出来 除非是假死 不过呀 这种可能性 对这些死了很久的尸体来说 根本是不存在的 再其次 就是变成僵尸 这也不可能啊 炼化僵尸需要特定的环境 还要充沛的时间 这两点 祖辞里的尸体都不符合 我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这些死了这么多年 甚至上十年的尸体 是怎么自己爬起来走出门的 还能自己爬山 丁老袍望着这些尸体 嘴巴张得老大 一张残破的脸显得特别扭曲 很是吓人 丁老袍叹气说呀 坏了老龙头 村里就要出大事 你看这才多久 就闹出这么多事端来了 哎 我们眼睁睁的看着 祠堂里的尸体走光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不知道 这些尸体是怎么起来的 更不知道他们去后山干什么 是谁在操纵他们 我觉得呀 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了 山洞里的老道士 已经炼出了一具僵尸了 后面会陆续炼出更多僵尸 这些僵尸只要出山 那就是一片腥风血雨 我听我爷爷说过 阳门子弟 沿袭风水庙述 不是为了赚钱赚名 而是要为普通黎明百姓着想 就百姓于苦难之中 这是阳门子弟的责任 想起爷爷 我心里又沉甸甸的 虽说我的风水叔叔 不是他亲自教的 可我身上流的是阳门的血脉 必定要扛起阳门的责任 我不能眼睁睁 让蛇城风水局 炼出那么多僵尸 必须将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张磊磊将我闷头苦思 在后面抱住我 让我放轻松一些 咱们这么艰险可怕的环境 都走出来了 这一次也一定有办法 我心里不由的意暖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拿出风水罗盘 把祖辞冻土的时辰 和老李木匠老屋起宅的时辰 以及蛇城风水局 立局的时间一起算了一年 赫然发现了 祖辞的风水构造 与老李木匠老屋 有着某种联系 我又想 既然老李木匠的老屋 是蛇城风水局的鬼门 难道祖辞是蛇城风水局的人门 想到这里 我脑子顿时就蒙了 如果这一推算成立的话 那么二龙村将遭遇难以预料的劫难 甚至以我的能力 根本就不可能阻止 庞大的恐惧笼罩着我 让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蛇城局一般有两道门 一道为鬼门 另一道为人门 对应的就是一阴一阳 说的简单点 这鬼门就是风水局的虚像 是肉眼看到的幻影 人门则是实相 对象鬼门的虚像 人门出现的东西 都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 尽管这样 却不能说明人门 就意味着绝对的真实 我记得半卷残书中特别强调 无论鬼门还是人门 都只是象而已 与实质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对蛇城风水局的了解 也仅限于残书中的描述 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不明白人门所指的实相 与真正的真实到底差异在哪里 天快亮的时候 祖辞的上百具尸体 已经全部走出了祠堂 我们三人溜进去 见祠堂里空空荡荡的 这尸体果然一具都没有了 只剩下孤零零的牌位还立在那里 我问丁老袍 给老李木匠送葬的那帮人哪儿去了 不会也混在百师队里上后山了吧 丁老袍一拍脑袋 说道 是啊 人去哪儿了 我就记得他们进了祠堂 跟着就发现尸体成劈的自己往外走 把老头子我吓得够呛了 没注意他们哪儿去了 我记得张磊磊提到过 丁老袍跟着尸体去了后山 这一路上啊 他都没发现送葬队 就说明这支送葬队问题很大 蛇城风水局的山洞里 我们已经见过送葬队伍所有人的尸体 就目前来看 炼成僵尸的也就只有老李木匠 其他人还是死尸 而我知道死尸是不会动的 老李木匠的老巫 能出现送葬队带人走 因为他是蛇城风水局的鬼门 本来就是虚像 是假的 而祖辞位于人门上 祖辞里出现的送葬队不是僵尸 必定也是一种像 不管他们是否看得见摸得着 他们始终都只是像 是假的 想明白了这一点 我内心大定 让丁老袍不要担心 我自有办法 天亮之后啊 我又让丁老袍找附近的村民烧了热水 我好好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 昨晚跟老李木匠和丁寡妇的一番折腾 我一身全是泥板 也窥树林里一片漆黑啊 张磊磊不嫌弃我 否则以我洗澡前的样子 他肯定不愿意搭理我 我洗了澡 又在热心村民家里吃了顿丰盛的早餐 主食是蒸包子 馒头 小菜啊 有兔肉酱 辣椒酱 酸菜 酸萝卜等等 都是用土方法做出来的佳肴 好吃的我差点连舌头都吞了 我快吃完的时候啊 丁老袍带着个小伙子 慌慌张张的闯进来 很紧张的说 哎呀 不好了 出大事了 丁寡妇跑了 我本有意吃完饭 就带丁老袍去村口农田看看 这丁寡妇和老李木匠都是尸杀 俩人的本事是不相上下 按我的推测呀 两人不打到两败俱伤 肯定不会罢手 最好是等我收拾残尸 那是最好不过了 我让丁老袍坐下吃馒头 告诉他等他吃好了 就带他去找丁寡妇 丁老袍见我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十分狐疑 不知道我葫芦里啊 装了什么药 我也懒得跟他多费唇舌 丁老袍揣着心 吃了大半个馒头 就吃不下去了 催我赶紧去找 我们一行几个人 又带了三五个村民 扛了锄头铁锹 出了村子 直奔农田而去 上了田坎 村民们发现了 不少水田里水稻 央苗被踩得七零八落 还有奇怪的脚印 一个个脸色惨变了 我们一直找到沟渠边上 在一棵柳树下 找到半只干枯干枯的人手 丁老袍一看 大叫道 这是丁寡妇的手 这妖婆娘 怎么受伤了 还掉了一只手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波音 丸子 我知道丁寡妇受了伤 心里大喜啊 这货虽说是妖物 断了一只手 也不是开玩笑的 这种大伤 扬起来很费时间 丁寡妇伤成这样 那老李木匠估计也不好受吧 不死也得掉层皮 这正是我愿意看到的情况 我告诉丁老袍和村民 这丁寡妇和老李木匠 在这私斗过 他们互有损伤 伤到这种程度 需要大痒 所以啊 暂时不用担心他们 回头 我得想办法彻底除掉他们 现在比较棘手的问题啊 还是解决祠堂百具尸首 失踪的问题 丁老袍问我怎么办 我让他先别着急 这白天啊 大家都在家里睡觉休息 到了晚上听我安排 我们一定能找回那些尸体 村民们 昨晚见我漏了一手 个个打心眼的佩服 我现在说什么就是什么 没人再敢质疑我 丁老袍在祖辞里 给我们搭了两个地铺 我跟张磊磊折腾了这么久 一直没好好休息过 躺在床上 困意就如猛虎下山似的来了 沾上床板 就呼呼大睡起来 一直睡到下午 热心的村民来给我们送饭 我们才起床 三人围坐在祠堂成片的死人排位前 大吃了一顿 丁老袍问我说 小娃娃 你真有信心找回那些尸体 我觉得吧 很难呐 早上我跟村里壮丁 特意沿着尸体进山的路线找过 啥都没发现 他们就像遁地了一样 啥线索都没留下来 我们怎么个招法呀 我冲丁老袍神秘一笑 说道 你只管等着 到了今晚子时 咱们必定有所斩获 我们酒足饭饱 又睡了一觉 直到快到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我的闹钟才把我叫醒 这段时间真是太累了 身体和精神都受不了这种煎熬 这回算是把所有的睡眠都补了回来 我把丁老袍和张磊磊都叫醒 又把打地铺的竹席 年婿收了起来 三个人出了祖辞 我让丁老袍啊 给我找三五个青壮年来 这丁老袍在村里啊 很有地位 不一会儿就把沉睡中的年轻人 叫了五个过来 各个手里刀叉锄头 什么都有 我把大家安排在祠堂前的树林里 也不开灯 连大气都不能出 这样一直守到十二点的时候 突然有个小伙子低声道 快看 有人进祠堂了 我定睛一看啊 就见一个黑影踩着祠堂墙角走得飞快 祠堂门是虚眼的 他瞧瞧推开门进去了 如果不是那小伙子眼尖啊 我们还真很难注意到他 因为他穿的衣服跟夜色几乎融为液体 再加上动作特别的快 我招呼一声 大伙儿瞧瞧 溜出林子 朝祠堂大门围过去 二龙村祖祠啊 只有一道门可供出入 我们趴在大门两旁屏住呼吸 只等那黑衣人一出来 就逮个正招 过了不到十分钟 就听推门的声音 为首的小伙子一记锄头抡过去 黑衣人迎面就倒 其他人一拥而上将黑衣人团团围住 就看到这黑衣人已不景蒙面 肩上还扛着一具尸体 我特意把那尸体脸面转过来 却发现 这尸体正是昨晚跟着大部队失踪的那具 丁老袍和张磊磊 见那尸体的样子吓得尖叫 黑衣人冷着一双眼睛看着我 突然黑黑冷笑着 对我说 好小子 老子居然栽在你手里 你等着瞧 有你好受的 说吧 眼前便起了一层灰烟 我急忙让村民们散开 捂住鼻子 我担心这雾气里有毒 等烟雾全部都散掉了 我们再看脚下的位置 竟然只剩下了一具尸体 那黑衣人早借着烟雾顿走了 我的心里一阵的失望了 我们重新把尸体 抬回祠堂后堂 里面依旧是空的 丁老袍直抓脑袋 说道 真他妈怪呀 尸体明明昨晚都走了 怎么还留了一句呢 我说 这些尸体 其实一句都没走 昨晚百事夜行 其实是黑衣人的障眼法 他的目的 就是骗我们放弃祠堂 这样 他才能深夜到尸 有个村民说呀 既然尸体都在祠堂里 为啥咱们连根尸毛都见不到呢 这也太不合道理了吧 我让那村民呢 去找些碍叶过来 那小伙子立刻 屁颠屁颠的跑回去了 一会儿功夫 就抱了一大捆过来 这农村呢 家家户户都留这种东西 非常好找 我们在祖祠后堂 生了一对篝火 将一大捆碍叶全烧着了 烧了不到一分钟 可怕的事就出现了 那些失踪的尸体 一具两具三具 慢慢全都出来了 等到碍叶烧完 上百具尸体 全都回到了祠堂 村民们和张磊磊都看待了 我明显觉得张磊磊瞅我那眼神就特别不对 那是一种崇拜和仰望的感觉 可是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我记得黑衣人恶毒的眼神和话里的语气 好像跟认识我一样 我心说 这人到底是谁呢 我记得李半仙一再提醒我 一定要小心他失门的人 村民们奔走相靠 互相通知家人熟人来看热闹 二龙村死人的怪事多呀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玄妙的奇数 其实啊 祠堂上上百具尸体 只不过是被黑衣人 施了障眼法藏起来 道书里啊 常有这种术法 碍叶是驱邪之物 用碍叶起烟 最能破这种障眼法 说实话 我对这些悬门术术 也仅限于理论上的 很多办法都是从书中推敲出来的 自己也是第一次开眼的 见那些尸体变魔术一样的出现 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此刻二龙村祖辞里啊 挤满了人 有几步进去的 甚至还翻上房梁来看 见这些尸体全部恢复 我心里暗自感叹 悬门术术的博大精深 简直到了惊人的地步 这时啊 毫无征兆的 数百二龙村村民一起给我跪下 求我救救他们村 没了老龙头的屁股 他们简直没办法活下去了 我只是个十几岁的高中生 从小只会缩在人群里 自己连上讲台说话的次数都有限 哪里见过这种场子了 一下子竟然呆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村民们见我没说话 又一起对我磕头 求我救救二龙村 各位听友 风水鬼师 作者冷残河 波音 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酷炼 果然是为了 就是 证明 是 证明